言文哉族,书接上回 上回就讲到主考官程敏正 述了一条很难很难答的题目 全体考生里面只有两个人答对的 就是唐伯虎和徐经 程敏之已经表示只能在这两个人里面挑一个 做会员,那就大局已定了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怎知那天校园市 唐伯虎就和一班朋友去喝酒 唐伯虎那种狂妄自大的性格 和口出狂言的坏杂军 又是表现无谓了 当大家在猜猜 喂,谁会考第一名呢? 唐伯虎羊羊智德说了一句 大家不用在那里拗 肯定是我考第一名 我当会员 会场很多人都听到这句说话 有些人就没什么在意 就当这位仁兄口出狂言暖地说了 但是大部分人呢 就执着这句说话来做文章了 唐伯虎是因为他说这句话 就付出沉重的代价 后悔终身 这儿不是你乡乡乡远 你身边也不是你的好朋友 有足之山文征明 你身边 通通是跟你争第一的对手 是敌人 正所谓有你就没我 来考进士的人 虽然是人山人海 但是都是天下英才 能够考中尊师 哎呀千里挑一 所以就算你多聪明 才华宏日 天下才子 没有一个人这么狂妄 自己一定考到尊师 更何况 自己封自己 一定考到第一 你唐伯虎 是有名气 有才华 都不是说聪明得那么关锅 啊 正当唐伯虎 微飞色舞在那儿演戏的人 整班人 已经一起来到商量 喂 要查一下这个人啊 大家一致怀疑 唐伯虎 这么有把握这些东西 更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 一定是传统嘱口观作品 哎呀 那么告掌啊 收集黑材料啊 这些都是读书人的特长来的嘛 这帮来考试的人 很多都是达官贵人的子弟来的嘛 个个都有后台的 夹一起来告掌 哇 来西匈匈匈 一下子就告到 尼东阳那里 在明朝那时啊 除非你是王族 或者是有西杂爵位的人 其他人想做官呢 没有其他路数的 只有通过考试才能够入官场 所以大家都抠到实的嘛 考试作弊啊 好大罪啊 好大罪啊 重置一些沙头 那李东阳接到这么多人举报 就不敢态慢啊 直接就报给皇帝知 朱友唐就下令撤查 于是唐伯虎未放榜 就先拉去坐监 唐伯虎就成为北京城的议论中心 满城风雨 那帮野士生非 没有事都找事来吵那些言官 哎呀 乘机兴风作浪 那李东阳呢 本来啊 念在程敏之 是自己的老朋友李然的女婿啊 想放他一马的 那又欣赏唐伯虎的文采 本来这些人打算 要唐伯虎翻两下三年后再考 不过现在已经搞成这样的局面了 想盖都盖不住的嘛 就将犯案三个人 从严处置 就是啦 審案的过程就并没有公布 处置就是这样的 李布侍郎程敏征 并没有传统作弊 但是他的僕人 透了试题 交给考生徐经 程敏正用人不当 有失策之果 勒令提前退休 光阴举人徐经 收买考试题目作弊行为成立 贬为小职员不得当冠 吴远举人徐伯虎 亦贬为小职员不得当冠 那这件案呢 就是这样了结了 那便随经行贵收买程敏之的僕人买题目 那便罪有应得啦 程敏之你的僕人买题目 那你也确实策 要受牵连 这妹妹说好说 但是唐伯虎最无辜 喂 他没什么得益的 不过多嘴 亂说几句话 那便成为受嫌疑的人物 但是中国历来都是这样的 宁愿杀错一千千千万别放过一个 那便硬硬把他拉到水 陪随经一起受罚就在啦 那这件案呢 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非常有名的案件来的 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案件 这件所谓科长舞弊案 历经几百年历 查来查去 不但没搞清楚 而且越查越糊涂 各种史料都有不同的记载 说法纷纹各有各讲法 确确实实是真假难分 成为明朝一件引人觸目的原案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案情 先讲个徐经啦 当然没得讲啦 他仲举人来到京城考试 但是这个人实在是没了嘛 不过才主仔有钱财而已 他要买题目 这些都不会冤枉他的 第二个是唐伯虎 他会不会传统情敏证来作弊呢 有人就认为唐伯虎是天下第一 才子实力红厚 他用不作弊才可以 怎么考察他都是第一的 但是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 是啊 但是没说你这么厉害的 没放播 只要自己考第一 全国会考 你以为你向下 还有一件事关系重大的 就是当时明代所谓门生体制 就是约定门生的关系 在明代最令人羡慕的官职 并不是上书 士郎那些 最重要的官职是考官 特别是主考尊士的官 因为凡是被考官点中的考生 他一中了尊士之后 一定要拜主考官为师 成为师生关系 就是所谓门生 明朝官场 最重要的关系是两种 一种是同学关系 所谓童年 另一种就是师生关系 所谓门生 门生越多 势力就越大 地位就越巩固 有些考官呢 看中特别有天才 有才华的学生 看白他将来一定能够做一番大事的了 考官呢 就会和这个考生来都联系 建立师生关系 甚至呢 会透露些题目给他 来巩固这种门生关系 程敏正 在一年前 通过乡士的考官 就看过唐白虎的文章的 当时就大家赞赏 哎呦 又是他来到主考 喂 他会不会将题目通一下水给唐白虎呢 哈哈 难说了 两种可能都有的 一种 是我们唐白虎确定才华出众 根本就不用尼通水给他 他自己写都可以嘛 那只是错在多嘴说了几句而已 另一种呢 就不是 就是确确实实 程敏之主动就找到他 将题目通水给他 这种嫌疑呢 哎呦 他说水洗都洗不掉的 那这件案了结的时候呢 主考官 程敏正这个三品大员呢 就被逼提前退休回乡下 哎呦 他就不忍得这口气 监生激死 没奈就上西天了 徐经就算是最好彩的 因为犯错是他嘛 又没杀头又没坐牢 就益了他的了 不过 徐经受过这么大的挫折呢 他也心灰意冷啊 就教下子孙 千万不要去考取功名啊 千万不要去找官来做啦 不如做另一样东西好了 八十八年以后 徐经的孙仔啊 就听从阿爷的教导 不去考科学场了 他旅游 成为一个地理学家 旅行家 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徐霞 啊这样啊照说的 没有个徐经这类做官的人 那样好闲啊 但是徐霞真的只有一个啊 他又写了大量的旅游文章 那他不去考功名呢 反而是一件好事来的啊 啊在这里差点漏了个人 那现在保华数 啊 就是一个姓华的 是个级时钟 那此人呢 就是无名小出 直直无名的 那人家 那些言官去告葬 他又乘机告买一份啊 那不知道是不是他 他和那个程敏正有些不对啦 他又告鬼个程敏正 说他去受贿 出卖题目 却之柴明就没有啊 结果呢 这个华大人呢 偷鸡不着 舍三米 皇帝就将他设职官都没得做了 那后来呢 有人是不抵得颈啊 豈有此理 你靠害唐伯虎是吧 于是呢 就在一出很有名的戏里面 给回个角色 这个华大人才行 就是唐伯虎点秋香 三少因缘里面 硬硬安装的角色 给这个华大人 要他升级做华太师 但是生几个儿子 都是又蠢又顿 没鬼用的 但是他有个丫鬟是很漂亮的嘛 叫做臭香的嘛 就被唐伯虎勾了他 这个呢 也都为唐伯虎出了口气 使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华大人出了名 成为人家讥笑的队长 那轰动京城民谈大案 现在应该告一段落的啦 不是吧 唐伯虎的灾星未过啊 更大的苦难 正是跟着他呢 不过现在就不要说他了 唉 我们就讲一下那个朱佑堂 这位年轻的皇帝 他经历过太多苦难 他十分憎恨 黑暗 邪恶 他赶走那些没用的和尚道士 他远离奸臣 任用燃亮 他日夜不停不顾身体虚弱 他为大明王国献出自己的一切 但是呢 太沉重的工作 彻底损害了他的身体 二十几岁人而已 头发脱了大半 连大过他几十岁 做得他阿爷都有凸头的 那个马文星和黄鼠 看下去更健庄过他呢 马文星呀一路做到八十五岁 才去洗 黄鼠就更加厉害 他一路到九十三岁那天 还吃了几碗饭 打过施益 就安详地上西天 朱佑堂就没那么好彩了 三十几岁 正是壮年的时候 已经奄奄一息 重病前身 他还是不理那么多 一咬夜咬 他自己也知道 哎 身体顶不住的了 对很多事情 他就及早作出安排 那时候呢 黄鼠呢 已经退休了 利部尚书呢 黄鼠就想交给马文星来接游 但是马文星现在管的兵部的嘛 一时间又离不开啊 皇帝就跟马文星来商量 马文星就推荐了一个人来接替他的职位 但是这个人叫做刘大夏 刘大夏真是一个十分清晰的国防部长啊 马文星那里有眼光 他推荐了一个人 刘大夏在他指挥下大明边界非常稳固 建立了一条不可摧毁的防线 刘大夏呢 他不单止是守卫着大明的边界 他另外又推荐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 那这件事是这样的 宏志十五年 朱友堂就接到兵部急部 由于长期疏于管理 军中的马匹不够用啊 边界骑兵的战斗力大大降级 现在就需要想办法来到补救 这件事啊 是十分了不起的大事啊 影响到国力啊 朱友堂就即刻召刘大夏来到商议对策 刘大夏就十分干脆地回复皇上 他说 我呢 就推荐一个人去做这件事 三年之内 必定可以建功的了 哦 哪个啊 杨一清 啊 杨一清 哦 他是他 一下子望低 想起 这个就是刀策院左腹刀御史 杨一清 此人呢 已经五十岁的了 性情是十分鼓缩的 平日呢 都是把你的面没点笑容的 还有一样东西啊 他国下的尊容呢 生得十分丑陋的嘛 他说不要紧啊 这人不是选女婿 哎 你叫他养马匹的嘛 靓点丑点都无所谓的 啊 就是这样 这位做了二十几年文官的人 就离开京城去到陕西养马 啊 陕西真是养马的好地方来的 啊 不过呢 就寒风刺骨 地广人欺十分荒谬的 但是杨一清全不计较 整股心血放了马匹道 那时候呢 统领内阁的 是三个大臣啊 这三个人多谋善断 将朝政搞到整整有条 掌握尼部的马文星 掌握兵部的刘大夏 也都任劳任远 宏志盛世发展到顶点了 日平安定繁荣 怎知有一日 刘健、李东阳和謝仙三个人 同时接到皇帝的姓氏 要他们立即入宫 咦 发生什么大事呢 欲知后事如何 接下来到下回分解